那我想做什么事都可以吗 当然 免他 从今往后你想做任何的事情 我都不会阻拦你 那我想做什么事都可以吗 当然 我不怕你 只是想不明白 公子这般知书达理 总会成为庞人口中的蛮匪 我是怀远王啊 我生来就是为了平平一方安宁 一生一世一双人我给不了他 我也不会给他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棋局啊 一局终了 哪有人 会把棋子给拿走的 夫人哪 这一次 恐怕不只是书棋这么简单了 怎么会把棋子给拿走的 奇怪的是 我的内心里面 反倒不觉得愁苦 而是觉得 有一种棋逢对手的畅快 夫君 其实你也根本不在意这盘棋了 对吗 这世上 这世上哪有什么长久的棋逢对手啊 能够痛痛快快的酣战 潇潇洒洒的离场 余悦冤飞 赴下一个对局 崔九 今日你的对手便是我了 你可能赢我 不过细细想来 她贪了我 难度不凡 棋逢不局 也与我所识得的路纹 有几分相似 如此熟悉的棋逢 要是我与她素不相识 不该这般 而且她看我的眼神 她看柳棉堂的眼神 满是爱慕 昨日夫君和她下棋时 也没有得剑拔弩张 而且我刚醒来那段日子 夫君与我生疏的都不像夫妻 如您所料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但有一事 何事啊 柳棉堂还活着 可那些商骨在灵泉镇鸡尾已微已久 可那些商骨在灵泉镇鸡尾已已久 恐怕怀阳王 还是会偏听偏心的 那些人未必是冲着我来的 是冲着怀阳王来的 是冲着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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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你忘了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所谓童心 到底是同滩风雪 还是 头马怕后来者居上 所想出的说辞呢 你也明白 旁人 肯定更清楚 我们可不能白白吃得这哑巴 我们就去王府 去见怀阳王 崔九 我从前 是喜欢着你的吗 可不知为何 越想和你亲近 反而越觉得如此疏离 她还请我跟我说 从今往后 拿我 就当恩人看待 她还请你 我心中总算是有了定数 傅君并不是我会喜欢的那种男子 你怎么不问我 为什么喝酒啊 谁没有马高安邓短的时候 不认识 即便是当今陛下 也不见得日日都顺心 崔掌柜不亲自前来 莫非是嫌 我们商会没给请柬 咱们这天下 所有的仇事到你这儿 都不是事了呢 你我既结了夫妻 那我们就是天底下 最不怕麻烦彼此的两个人 夫君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 你不想说 我也不会强求 我只相信有一日 你我可以坦诚相待 夫君可以相信我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关 我都会全心全意地 陪在你身边 只要我们夫妻一提 就一定能度过 我都会全心全意地陪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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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给你帮助 秦州总兵 四姨宽 对 谢谢 好